人们常说,处于爱情里的人都是傻子,会毫无保留地去对一个人好,为了对方愿意完全牺牲自我。 很多坠入爱河的人都没有办法控制住自己,明明知道自己爱得非常的卑微,但就是忍不住要去对对方好。 真正的爱都是会表现出来的,那些所谓嘴上爱你,但却对你没有实际行动的人,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爱你。 特别是对一个女人来说,只有用力地爱你,才会有以下的表现。 变心是本能,忠诚是选择,很开心你能来,不遗憾你走开。 大家好,欢迎收看《心灵奇旅》。 一,女人正在用力爱你,才会有如此的表现。 01年你有度,女人黏人是众所周知的,几乎没有哪个女人是不喜欢黏着自己的男朋友的。 一旦真正爱上一个人之后,女人好像就没有办法控制住自己了。 整天都想待在自己喜欢的人身边,想让自己喜欢的人陪伴着自己。 女人有了真爱的时候,会变得非常的小鸟依人,晚上不敢睡觉,怕黑怕孤独。 但是一个爱你入骨的女人,她也会害怕自己的过分热情,会让你失去好感,因此她即使非常的黏人,也会努力控制住自己,限制瞻的程度,给你想要的私人空间,不会整天都霸占着你,让你感觉很反感。 她深知距离产生美,所以会和你保留着一点距离,这样你对她的新鲜感就不会消失得太快。 02做事以你为首 其实任何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思想的,没有人会愿意完全听从一个人,在爱情里也没有人会愿意放弃自己的喜好,去附和自己喜欢的那个人。 那些被包容的人,其实过得真的特别的幸福,因为她身边的人做事会以她为首,只要是跟她有关的事情,凡事都会随着她的意愿来。 这样的女人,真的是非常爱你的,女孩子对待爱情其实是很敏感的,很多时候都需要男人来听自己的,生活以自己为中心,所以当你遇到一个做事以你为首的女人,那么你一定要好好地珍惜。 03时刻陪伴 其实爱情这种东西,刚开始的时候或许是一见钟情,又或许是被对方的某种长处所吸引,还没有在一起的两个人,如果是有缘分,那么彼此之间都会散发着一种吸引力。 而在一起之后,就是两个人共同承担一些事情,共同经历人间的柴米油盐,烟火气息。 这个时候,陪伴就显得尤为重要,如果一个女人愿意放弃自己的喜好,跟你在一起之后,不再整天想着去拿旅游,也不再整天有点钱就拿来花在自己身上,而是选择静静地陪伴在你身边,支持着你的事业,陪着你成长,那么,这样的女人一定是爱惨了你,她把所有的赌注都下到了你身上。 深深爱着你的女人,她会时刻陪伴在你的身边,虽然没有整天形影不离,但她的心却时刻都在你的身上,整日里都对你充满了担心,你能够确切感受到她对你的温柔。 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,而每一个人心中对待爱情的态度是不一样的,有的人对待爱情并不看好,会觉得这只是生活中的一小个部分,没有必要倾注太多的精力。 而有的人则觉得,找到了伴侣之后,分享遇会增强,生活也会变得精彩。 所以当你遇到一个正在努力爱着你的女人,那么一定要学会好好珍惜。 二,爱一个人 不要用力过猛 有人说,爱一个人,一旦爱得太满,就会丧失理智,患得患失,让自己徒增痛苦。 爱一个人,没有错,但是失去底线去爱一个人,一定是错的。 放弃底线去爱一个人,往往不会得到好的结果,就如同卑微的讨好,从来得不到对方的尊重,原谅犯错的爱人,最终得到的也不一定是对方的忏悔,很有可能是他一次又一次的伤害。 低到尘埃里的爱情开不出花,不对等的爱情更难善终。 有时候,爱情就像一把沙子抓在手里,握得越紧,溜走得越快。 其实,是你的不会跑,不是你的留不住。 过分的在乎只会让自己更累,让被爱的那个人无所谓,这样的爱情经不住时间的考验。 要知道,真正能在一起的人,不需要你努力追赶。 灵妖卑微求全,往往不可能完美。 张爱玲说,见了她,她变得很低很低,低到尘埃里,但她心里是欢喜的,从尘埃里开出花来。 可事实上,当你真的因为爱一个人,而让自己滴入尘埃,完全失去了自我时,你会发现,不仅自己感觉不到快乐,另一个人也不会喜欢你滴入尘埃。 不平等的爱情,最终会让感情失衡,会让你在乎的人离你渐行渐远。 生活中,我们见多了委屈求全的卑微爱情。 明明心里拒绝,却一次又一次服从对方的意愿,降低自己的底线。 可是你越是隐忍退让,对方越是得寸进尺,你越是体贴入微,对方越是肆无忌惮。 你爱得越满,越容易失去自己,对方得到你越容易,越不会珍惜所爱,反而会轻蔑鄙视你。 真正爱过的人,才会真正懂得有分寸的爱,才是正确的爱。 爱情是为了在积极的情感价值下对彼此有精神上的依赖,让彼此明白爱应该给人一种自由的感觉,而不是禁锢。 再喜欢吃的东西,吃多了也就没那么喜欢了,因为吃多了就会感觉到逆。 同样,人要是付出多了,殷勤久了,对方也会感到逆。 所以说,再怎么深爱一个人,都应该明白,不要爱得太满。 爱得太满,就会让对方肆无忌惮地伤害你,他知道你离不开他,就不会用心珍惜你,他不会把你当成宝贝,而是当成了累赘,自然也不会用心呵护你。 卑微的爱,确实很难开出幸福的花。 零二爱情里,受宠若惊的人,总是有恃无恐,爱得太深,是一场灾难。 在爱情面前,太多的人容易失去平衡,为了换来对方的关心,过分地付出,过分地迁就,爱得卑微如尘。 还甘之如疑,但是这样的爱,结局注定是一个悲剧。 虽然好的感情都是通过付出得到的,但是也要注意彼此之间的互相尊重和保留自己的尊严,而不能只凭一己之力,一厢情愿地自以为是。 有时候,你以为的爱情也会因为做得太过用力,过度地付出了自我,在得不到对等的回应和回报时,你怨气变重,对方反倒无所谓,久而久之,两人不欢而散,对方无痛无痒,而你却只能伤心欲绝。 为了所爱的人,你觉得什么事都可以做,然而对方却未必真心体谅你的用心和付出,你用尽了所有的热情去对待这份感情,最后换来的却会是无尽的冷漠和委屈。 别以为你不顾一切地对他好,通过不断地为他付出爱来表现,觉得自己爱得越多,做得越多,他就越离不开你,事实上。 情况正好相反,有的人,你越是爱他,他就越觉得你无足轻重,你对他越好,他就越觉得你欠他的,更不会感激你的付出。 要知道在爱情里,受偏爱的人,总会仗着你的深情和宽容,人性妄为。 因此,爱一个人不要爱得太满,也不要做得过多,要不然,只会物极必反。 真正爱过的人知道,不是所有的奋不顾身,都能得到倾心相待,也不是所有的痴心等待,都能等来云开月明。 爱情从来不是春种秋收,没有所谓的等价交换,被爱,固然幸福,无爱,也无需抢求。 03,爱情太过用力,结局往往是失去。 用情虚有度,给自己留点余地,相爱有底线,相处留余地。 太爱一个人,就不敢真实地做自己,不敢说出真实的话语,而是伪装着努力,让自己做一个完美的人。 习惯于在对方面前取悦,讨好,完全丧失了自己的主见,磨灭了自己的个性。 为爱如此卑微的人,只会让自己变得暗淡无光,对方也不会喜欢你。 情爱的世界里,最可悲的事情就是,用力过猛,把彼此当成了全世界,心里再也没有其他,眼里再也装不下任何人,直到最后,迷失了真正的自己,还是留不住最爱的那个人。 爱情从来没有错,当然爱一个人也没有错,但是爱的过程中,一定要清醒理智地去爱,若是毫无保留地牺牲自己,让爱情偏离了本意,其最终的结果不是幸福,而是一场刻骨铭心的伤害。 爱一个人,七分就够,三分一定留下爱自己,不然势必让你心力交瘁,感情也不会长久。 要知道,若是真爱,你根本不必太努力,不需要你飞蛾扑火地牺牲。 不需要你毫无保留地付出,爱应该是热烈而不失理智的,清暮而依然独立的,这样适度的爱,才是刚刚好的感受。 希望在你爱他的同时,他也爱着你,也祝愿你能够活出最好的自己,收获想要的幸福。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,感谢大家的观看,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,记得点击订阅,我们下期再见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